一云高大师追踪报道 义大师的西式绝唱 1996年8月号刊载于投资中国之大陆风情 香港天王巨星张学友近年来在影艺界旅创佳基 其唱片销售量自专辑吻别起 一路扶摇直上 被称为天王已是众所公认的事实 不过关于他拜师学佛的事情却显扫有人提起 张学友的师父正是义云高大师 也就是喜饶根登大活佛的金刚上师 云高大师是一位受到国际肯定的艺术 哲学与文化等多方面造诣深厚的大师 曾获得由48国籍地区 5612名专家学者所组成世界文化大会 颁发的国际元首及大师勋章 此外大陆政府更在四川大义县 为其兴建了一座宏伟壮观的大师馆 在逝者能受到建立纪念馆的特殊待遇 确实独一无二 也更彰显他的成就与贡献 云高大师在去1995年5月 英奥林皮亚体育文教基金会及云词正觉会的邀请来台访问 本刊曾做过专题介绍 详见第16期 这次借由拜访喜饶根登上师的机会 我们得到了云高大师最新的消息 因张学友等众多弟子的恳请 大师谱了一首西式绝唱之作 举凡词 曲 音唱皆大师一首包办 其歌运之丰美 音声之变化 可谓千名万传 出神入化 养者有如山呼海啸 乾坤为之激荡 异者则为婉曼妙 柔曰有志 细腻动人 有嘎拉 金刚 之诗后 有达拉 杜姆 之犯唱 有声观之发书 心经 有范音之传备 名正可预雕 有古文人之银欧勇言 有地方戏曲的唱颂 更有最实心的摇滚rap 其歌唱技法之运作 更超越了传统的声乐范畴 不只体枪之共鸣而已 使以达法界之相应唱和 顾熙式绝唱可令文者大开耳界 听到各类音声 更可提升心灵层次 常养道的实力 更可透过大师修为的音声加持力 达到身心直接的进化转化 根据为大师配乐者说 由于大师的词曲古意盎然 学养生后 又音声千变万化 且任运自在 随性而唱 故以无人贫乏的人文素养 与音乐造诣 实难于衬托富力 美觉大师的音声 若不配乐更加高妙 但又怕取高和寡 文者为难而不能接受 因而失去大师制作此音乐代之慈悲本怀 故虽明知是胡伪续雕 未尽其意 仍勉力为之 只恐是有损大师作品之完美 还望听众见谅 言者是如此的诚恳 显系肺腑之言 听众们唯有用心领赏体会 方能得奇妙受用 相信云高大师的西式绝唱 必会造成音乐界的大轰动 大震撼 不仅学佛者可引法路 爱乐者更不会错过 这非凡人的音声 或可称之为世纪之音 新人类新音声 投资中国1996年8月号 图上文字 中作者为义云高上师 左为喜饶根登上师 又为张学友 云词正觉会提供 收音音乐 请稿订阅 请稿订阅 并 hope 和 mercy 评音乐 未经认 播放 蠶子 芯 不过 评音乐 很合 文字 很合 评音乐